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其原因呢也不过就是因为炒作引起网友的不满 而最近一系列的操作呢更是让网友们感觉到了迷惑 炒作丁泰生和孟美琪 丁泰生作为乐评人也被天赐的声音邀请导师 而他一向独身的批评呢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在节目中呢丁泰生的表现可谓是低情商 不管自己是否擅长都选择抨击大多数的当红歌手 当然丁泰生不仅仅没有获得学员认可 甚至连其他导师都对他起反驳过 其原因呢也是因为炒的点评的不专业 丁泰生呢也因此被网友们呼上了黑刀的称号 纵使面对网友的质疑 天赐的声音依旧毅然的选择的顶着压力 继续了让丁泰生来担上评委 事实上呢效果确实不错啊 丁泰生也经常因为点评上热搜增加了节目的许多流量 因此呢也引起了我的一个小考虑 难道当下的话乐谈流量真的远比封评更加的重要吗 不仅是丁泰生 最近孟美琪也被视节目送上了热搜 其原因呢也是因为周传雄作为学员参与 周传雄是一代情歌的降妇 随着时代发展呢 如今人气确实不如孟美琪 如论这个实力和自语的话 孟美琪担任评委确实有些不妥 因此呢孟美琪的各种表现也被送上热搜 最终冷静下来被网友们发现了 这似乎呢并不是他的错 节目组对于周传雄的参与不可能不知晓 事实上呢在这件事发生之后 节目组的失明度呢瞬间大涨了 天赐的声音仅是开端 事实上在当下大多数音宗的节目当中 都包含了不少报复的存在 中国好声音选秀类一直都在淘汰上面 有所争议的 事实上呢网友的感受并没有太多的触格 好声音冠军直到现在依旧保持热度和地位的 仅有张碧晨和善一纯了 而被淘汰的周传和姚伯娜 反而是名气大张 如今的周传呢更是成为了一线歌手 开四景是导师占据主要的选拳情况之下 却没有以实力作为评判标准的 列温娜是在选择淘汰周传的时候 对于他说的每一句话 对不起周传我更加喜欢的是李维 何时选秀节目以个人欣赏 占据为主导地位了呢 周传也未能够逃脱 周传在前段时间以导师的身份参与了创造营 而好声音音的首冠军蒋中行呢 却以歌手身份进行参赛 歌手的周传的身份呢 却遭受一部分的网友的质疑 认为他以他的排名呢 没有资格去点评冠军蒋中行 这样的手法似乎与天色的声音如出一辙 但是有所不同 毕竟周传雄和孟美琪确实有差距过大 而周传和蒋中行呢是失音生态嘛 而且呢周传若没有被李维淘汰的话 冠军之位似乎还是难以定夺的 就凭高小曾和对周传的权利支持 就知道他的实力是不容小觑的 事实上呢如今的周传无非是咖位还是实力 都不逊色于讲独好 所欠缺的不过是当作当年的一个冠军位而已 但节目组的安排确实又上了一次热搜 乐坛和娱乐圈彻底融合 乐坛虽说也是属于娱乐圈的一部分 但是这原本呢也是一个完全属于唱歌的圈子 而然而当下的歌坛呢 已经有逐渐和娱乐圈融合的趋势了 大多数的歌手呢没有唱功 依旧凭借着高流量放上了歌手的标签 这样的形式气筒呢也是因为现代人的发展吧 也未尝不可 但歌坛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表演 若娱乐性大于艺术会不会得不偿失呢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